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 《约书亚记讲义》第十一讲 《粘究分产业与简历逃成》 西面的领土被形容是在犹大人地业当中中间 因此这个支派很可能早已被吞灭或者是同化了 只余下来原有属地的名称来让人缅怀 本段的城市大都是在尼阁也就是南地 其余两个乙贴还有亚山在萨菲拉 那么上文没有讨论过的城市当中 伯马加伯 战车之家 还有哈萨苏萨 马屁村 可能只是一个绰号 不是地名 或许也就是参马拿和山萨拿 拿萨勒之名虽然没有出现 却是这份地业的一个定位点 边界还有大部分的城市都是以这个城市为轴心的 往东西延伸 西布伦与海岸唯一的关联是他和雅克之间的一个贸易 这个贸易可能是透过附近的城市 拿哈拉来进行的 但是西布伦的领土并不延伸到地中海的 这片土地主要是在马拿西以北 亚瑟以东 拿佛塔利以南的耶斯列谷之内 它的北界从塔伯山延伸到约旦河加利利海 南面不远的部分 本区极不稳定的 并且很具战略性 亚瑟位于雅克平原 在西布伦和拿佛塔利的西面 往北延伸到推罗跟西顿 这个地区在埃及的王室年表当中 也有了一个很显著的地位 提到这个推罗跟西顿 并不表示这些地方已经被占领 本段的可能只是理论上 而不是实际上的一个疆界 然而属于这些城邦的乡村 可能在不同的时代 受以色列所控制的 塔伯山是本支派地业的主要基准点 拿佛塔利的南界沿着法加斯河谷往东 直到约荡河为止 但支派在汴亚明以西 从梭列西到约帕旁的一个亚康河 虽然分到了颇为广大的一片土地 他们实际所占用的 大概不会超过其中一小部分 大部分的地区在开始出石的时候 是受到菲利斯人 后来被亚述人所控制 原是属于旦的博士脉 就是这一个例子了 那么他后来被列为 犹大境内的立位人的诚意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的是 约书亚的地业叫庭纳希拉 是在全体支派各得土地之后 分给约书亚的地业 庭纳希拉虽然在以法年的境内 却是约书亚家族专有的一个政治领地 凡是只重视土地的注释家 都以第十九章为分配地业的结束 那么这几章最主要的关注 是众支派还有其他所得之地 这个看法的基本理由是这样 十三到十九章是按照支派来分段 而中央三地的各层 是按照承受该层的地区的家族来取名 第二十二十一章出现 是在支派分地之后 因为他们代表赐地的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是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 十三章到十九章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以色列把这个地的一部分还给神 作为特定的用途 约书亚纪第二十章设立了一些城 让误杀人的可以逃避报血仇的人 这个叫逃城 这件事已经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提过 有关这个逃城 民宿记三十五章 生命记第四章十九章也都有提到 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 把这个逃城的律法放在讨论死刑的最前面 他讲到神会指定一个地方 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这个地方去藏身 民宿记三十五章九到十五节 定出六座城可以做逃城 三座是在约旦河东 三座是在约旦河西 二十二到二十八节继续说 这些城必须保证要保护 非故意杀人者的安全 但是如果那个人一离开城 就可以为报血仇者的人来杀他们 生命记第四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提到 约旦河东的三座逃城 是摩西所设立的 设立逃城的理由是什么呢 律法将事先计划的有意谋杀 还有无心误杀做了一个区分 前面的必须要处以死刑 或者是由社会来执行 或者是由报血仇的人亲自的来动手 那么无心的误杀不必要受死刑 但是因着同中的人的死 报血仇的人必须要追索来赔偿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把这个杀人者处死 乃是流无辜之人的血 以至于污秽了地 为了要防止这点 律法就设立了一个逃城了 约苏亚记二十章补充说 误杀人的人必须要站在城门口 将他的事情来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 然后长老要把他收进城里面来 他的安全是受到保障的 直到他自己家乡的会众面前来听审判 即使他被判并非蓄意杀人 但是报血仇的人仍然会对他构成威胁 为了要逃避这个危险 他可以住在逃城里面 直到大祭司死了 那么大祭司就代表全国 尤其是在罪孽和献祭方面 那么大祭司的死 象征误杀的人所造成的罪结束了 理论上来说 报血仇的人应当以他的死 代替了杀人者的死 罪既然已经赏清了 就不再需要来追逃了 逃城分散在早期以色列所占据的各个区域 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重要据点 例如事件还有西伯伦 使得必须逃的人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也可以提供他们最大的安全 防范人前来报血仇 也可以提供给他们安全 那么这个时间有好几百年了 逃城的理念和制度一定相当有效的 因为我们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 很少发现有企图执行施行的例子 最典型的例子 那就是四世纪第八章积淀的故事 以及四世纪十九章二十章那一位匿名的立位人的例子 对两方面的一个描述都是很不可取的一个讽刺 或许原因就是在此了 对基督徒而言 逃城的做法和其中与大祭司的关系 预表了耶稣基督的牺牲 就好像大祭司其他的角色一样 他的死尤其表示将过犯于罪孽 一次的永远的移除掉了 可以参考西伯来书九章十一到第十章第十八节 耶稣基二十章第九节容许任何人都有权使用这些避风港 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 基督所提供的赦免 也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取用 无论他们的背景是如何 也就是说大祭司的死 就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牺牲的是一样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来讨论吧 再会